2011台湾国际机车展与首度举办的台湾国际电动车展 4月14号在台北世贸义馆联合展出 今年的机车展一如往年聚集国内外上中下游供应商 从机车零部件到乘车人身不平等以应俱全 让前来参观的买主以次构筑所需 电动车展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来举办 各位可以看得到我们从上游的产品到汽车 像包括纳智姐等等都在这次的参展行业里面 那这样的产业也符合整个力能的发展 那我们希望借由展览这样一个行销的平台 结合技术创新研发能够让台湾跟国际的业者 不管是上游的零组件到下游的车辆电动车 能够在一起能够交流 我们希望推动电动车的国际市场 那机车方面我们今年来参加的加速 也达到160几家都是国内外知名的汽车厂商 还有零配件的厂商 那这些厂商借这个每年的汽车展 来作为采购的一个平台 作为技术交流创新的一个重要平台 我想这两个展览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我们电电工会所代表的产业就是一些关键零组件 尤其在车用电子 以这个2010年中国大陆的需求 有将近一兆台币 也就两千多亿的人民币 一期到中国大陆在2015年 电动车一百万辆的每年的上排量 大概可以到五千亿人民币的车用电子的市场 这个对我们工会的会员 台湾的ICT产业提供了一个广大的市场 尤其在金融危机油价高涨 这个讲求节能减排 这个节能日益的这种压力之下 我想电动车的发展是我们未来一个方向 首都举办的台湾国际电动车展 完整呈现了台湾电动车领域的产业连技术 知名厂商如纳志杰 街银绿 碧翔 东根 库比 光阳等 都展出最新的研发成果 包括电动汽车 电动机车 电池模组 充电站 马达等 显示台湾在电动车产业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的实力 加上政府绿色能源产业蓄生方案支持 势必成为未来的重点产业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机车产业非常的成熟 具有完整而且能够完全自主开发的一个产业能力 领主界的产业结构非常周全 不仅是供应台湾的国内市场 同时也可以做大量的一个外销 在我们机车业者来讲的话 现在的发展的方向是以往更广度的一个产品 以及更高升更有附加价值的产品来发展 配合整个全球的电动车产业 台湾的机车业者更是呢 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一个研发 同时呢因为我们台湾在电机电子方面的一个成熟 以及很大的一个产业的支持之下 我认为说把这两个产业结合起来呢 应该能够做更大的一个发展 展览期间也同时举办多场新产品发表会 机车情人选拔活动 以及电动车及机车产业高峰论坛 其中机车产业论坛更请到日本集村公司社长 集村博尔雄先生畅谈全球机车市场新趋势 而电动车论坛则分享了许多国内电动车产业发展现况 及国外运行经验 让与会业者收获良多 主持人公司 相当轮谈坛 主持人公司 达雄多 主持人公司 敬啊 主持人公司 敬啊 主持人公司 半年